HELLO 大家好,我是屎萊姆,我是屎萊姆,今天我們為大家帶來超級茉莉的實戰解說 好,那這次超級茉莉呢,大家都把重點放在它主動技能上嘛 也就是免費版本的珍世喔 但是,大家有仔細開放它的隊長技能嗎? 它這張技能其實是一個全牛棚的單邊隊長喔 那整體倍率算起來,單邊是有接近三十倍的一個倍率喔 並且生命力單邊是提供1.2倍 還有這個額外增加EXCOMBO的隊長特性喔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它沒有做隊伍技能啦 所以不用這個雙隊長都一定要是茉莉 所以它就是蠻百搭的一個單邊隊長 比如說副隊長呢,可以打吃油或者是烏瑞亞 這種全牛棚的一個單邊隊長也都可以喔 所以張卡片可以說是現階段沒有一個隊長 可以拿來當作一個過渡期的娛樂性的隊長喔 不過呢,在影片解說實戰片段之前呢 想要先為大家帶來這個超級茉莉的入手方式 好,那這一次是整個神魔玄圓季 11月8號到12月12號的期間 可以入手這個超級茉莉喔 它這個超級茉莉的入手方式呢,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你日常在做的事情 比如說你每天登陸,它每天都會給你一張 好,然後這個28天內就會給你總共28張的超級茉莉 那更甚至呢,挑戰一些雙周啦,地獄集 好,甚至到這個11月12月份的一個挑戰任務喔 都可以獲得這張超級茉莉喔 那在活動整整到12月12號之前呢 一共可以獲得84張的超級茉莉 那這張卡片呢比較特別喔 它技能等級 好,大家可以看到 欸,不是這一張圖 是,呃,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技能需要99才能練滿技阿 所以,呃,整體下來 你需要吃46隻相同的茉莉 才可以升到滿技阿 不過活動一共給你84隻啦 所以在這期間是有非常大的機會 去把這張卡片給練到滿技阿 好,那這裡的話我們來實際的介紹一下 呃,超級茉莉它本身的實戰片段 好,那這邊為大家這個 錄了一段啊 超級茉莉作為單邊隊長的一個實戰解說 好,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實際上面轉珠 好,這邊看到我們只轉了這個6COMBO 只轉了6COMBO 然後沒有任何的天降喔 這邊就來到了212的平砍程度 這個身子整個技能都還沒有開啟喔 好,那一開始呢我們開上這個鐵扇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單開鐵扇 它實際上面的倍率輸出 好,這邊呢我們是消到了總數約9顆 9顆的一個木珠量喔 好,那這邊呢 鐵扇,你可以看到它的實際輸出 所以就可以來到15億的一個平砍喔 非常誇張 事情大家還有注意到嗎 就是這一隊在入場的時候喔 是來到了7萬的血量 好,7萬的血量 非常誇張的一個免費卡片喔 好,那這邊我們看到這個回血能力 好,下個回血能力來看一下喔 欸,我來看一下喔 這邊,這邊我們跳過吧 這邊沒什麼好看的 呵呵,就極限爆發 不過這邊想要給大家看一下這隊的回血力吧 OK,我們這邊消了一組新珠喔 消了一組新珠,然後認真轉 手消9COMBO 可以看到這邊 9COMBO,天降 只有一組新珠回到3600 所以這隊最大的缺點反而是在回復力 回復力的一個問題 好,這比較沒辦法 因為這個免費卡片 除非是副隊長有提供一些 免費的回血條件啦 不然這個回復還是要靠新珠 是這隊比較大的一個缺陷 好,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重年的一個部分喔 這邊我們只開了牛魔王 一COMBO手消 然後天降多一坨光珠 這邊又來到了接近70億 70幾億的一個爆發量 可以說是蠻恐怖的 所以這隊一戰玩起來傷害是 我覺得是真的沒什麼了 沒什麼問題的 沒什麼問題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 看一下 最終極的一個爆發好了 這些都平坦,我們就跳過 好,那我們跳到這個王二 王二這邊我們開了一個終極爆發 好,那這個終極爆發呢 我們就把所有的技能都給它全開了 全開了部分 打擠啦 吃油這邊全部都開了 好,然後再開上龍科 這個消豬是長這樣子 包含疊珠是8COMBO 然後我們再來看這個總爆發 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消到8COMBO疊珠 好,那這裡的話是 這個傷害,大家要注意喔 是在敵人95%減傷的情況下 打下來的 所以實際上要乘以20倍喔 所以是千億百億在那邊打 都是沒問題的喔 這隊如果說要回血的話 你們也看到了 我是有開上打擊惡技能 去兼具的 所以它這個回血量也是可以回到 二十幾萬 可以回到二十幾萬的部分 所以如果說卡星啦 或者是要直接回滿的話 打擊惡技能 也是可以直接幫到你的 所以這隊如果說鐵上玩起來的 強度 是不會到太弱的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這個 超寂寞力的一些分心影片 那就希望大家在這個活動期間 好好把握 把這個免費版的真式 給大家帶回家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然後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更新的影片 別忘了開按下你的電鈕 以及歡迎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冥雪電動 同時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是Luncar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